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乌金遍地下 白宝满山川 这说的是北京西山一带有着丰富的煤矿 其采矿挖煤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和那里的矿洞有关 话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几位矿工在挖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洞 为了防止有人不慎跌入啊 几个人就把这个煤渣呢倒入洞中 想把它给填满 可是他们一连倒进去几框的煤渣 这个洞竟然毫无变化 看着眼前黑乎乎的洞口几位矿工寻思 这难道是个无底洞不成 它究竟通向哪儿呢 这洞里面又会不会藏着什么宝贝呢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几个人啊壮着胆子就走了进去 借着这个微弱的灯光啊 他们顺着有黑的矿道往洞穴深处前行 可是这走了有大约半个多小时啊 也没有走到洞底 就在大家犹豫着是继续往深处走 还是掉头回去的时候 一位矿工的守殿无意当中 扫过了一个位于半空中的白花化的物体 这一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们赶忙把这手电都照了过去 只见啊 这竟然是一只通体银白的狐狸 几个人不由得大吃一惊 转身就跑 可是没跑两步 又突然意识到 这狐狸怎么会悬在空中呢 而且还一动不动的 矿工们转回头 一步步向狐狸靠近 等来到近前的时候 终于看明白了 原来啊 这是一只石头的银湖 体长呢约有两米 脑袋朝下一条粗大的尾巴呢 悬挂在洞穴顶部 看上去那形态极为逼真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这石狐狸啊 通身不满雪白的毛绒状的银刺 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统 既像水晶又似寒冰 这件事啊 很快就在周围的十里八乡 引起了轰动 相关部门呢 得到消息之后呢 进行了科学考察 发现这个银色的石狐啊 属于举世罕见的自然奇观 于是这处洞穴呢 就被命名为银湖洞 那这世间罕见 唯妙唯小的银湖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与当地的地质演变 和地理环境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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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名为房山 有多种说法 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 在这片丘陵山地间 有着上百个洞穴 宛如一座座 可以居住的天然石屋 因而 人们便将这里称为房山 那么 房山为何会有 如此众多的洞穴呢 在这些洞中 除了银湖 是否还有其他的自然奇观呢 在山路上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 银湖洞宽宽大的洞口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不如其中 考察组发现 洞内水气很大 非常湿滑 小心脚架 注意安全 好 头顶 小心磕头 借着微弱的手电光 一行人摸索前行 银湖洞中岔路支洞很多 犹如地下迷宽 随着洞道不断向下延伸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 一阵哗哗的流水声传了过来 专家说 银湖位于洞穴深处 风水期 地下河水位较高 只有乘坐铁皮船才能到达 继续向下行走了几十米 考察组面前出现了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暗河 队员们依次上船 由于没有船桨 铁皮船借助绳索的拉力前行 是与大石河平行的 在大石河的南岸的一条地下岸河 我看咱们那个水质好像特别轻啊 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河顶了已经 对对对 非常的清澈 透明 说明咱们这个水质比较好 水质比较好 就是韩斯的可能 哦 韩斯的 对韩斯 就是澳湯地方的东西 吕老师介绍说 银湖洞属于典型的喀斯特洞穴 这里的地下河来自山体列系汇水 不仅水流量大 而且水质良好 随着船队不断前行 考察组注意到 地下河运回蜿蜒多潭多叉 并且宽窄不一 河道宽阔处 空旷如大厅 狭窄处仅容易船通行 有的地方掩体低垂 距水面只有几十厘米高度 大家只能低头弯腰 甚至与船身等高方能通过 感觉特别低了这个 还得低头 还得低 哎呦 还得低 哎 好 小心一点 我等你打高一点 低头 低头 这块比刚才比就小了很多 这个人基本上要跟这个船平行了 这个人基本上要跟这个船平行了 在狭窄低矮的洞道中穿行 铁皮船与岩石不断碰撞 沉闷的撞击声在洞中不断回响 一行人尽量把身体放低 匍匐在船舱中 并随时观察着周围岩石的情况 以免意外发生 虽然这样的状态只持续了六七分钟 但却显得无比漫长 随着流水声越来越大 几十米后 铁皮船已无法继续前行 吕老师解释说 银湖洞中的地下河 并不是单一存在的 防山地区洞穴众多 岸河与洞穴之间相互影响塑造 温习密切 我们这个地下岸河就是 这点大约一千米 总体的地下岸河是很长的 嗯 我们这在地下岸河 就算是大约一千米 我再给你这个地下岸河 尤其是追出的 银口 正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银湖的旁边 这叫著名的银湖洞的命名的就是因为有这个银湖 我看这个真的特别漂亮 纯白色的 而且像是这样倒挂在这个岩石上这样一个形象 纯白就是碳红钙 碳红钙结晶以后它就是纯白 所以说它这个几乎是没有杂质的 没有杂质 这个整体的矿物巢呢 因为这个太宝贵了 没进行化验 但是我推测它应该是纹石结晶 纹石是一种碳酸盐矿物 又称线石 晶体呈柱状或毛状 以白色和黄白色居多 具有玻璃光泽 吕老师介绍说 银湖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中乳石 在它的指引下 我们看到银湖的身上有一部分没有生长绒毛 裸露出了洁白如枝的中乳石 那这些像绒毛一样的物质 是如何从中乳石上生长出来的呢 我们北方地区呢 比较干旱 我们北方地区呢 就是 但是作为中乳石 这一类来讲 我们北方地区是非重力水沉积的这个沉积物是最为典型的 南方是不会生长这个东西的 那看这个银湖呢 它是毛细渗水 这是受非重力水的影响 长出的这么一个漂亮的银湖 大家都知道 这喀斯特地貌呢 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非常广泛 那里洞穴呢 不计其数 各种奇特的沉积物也是比比皆是 比如 在贵州省德江县的一处洞穴当中 就有一个像荷包蛋一样的洞穴沉积物 当地人称之为金扁蛋 再比如 广西桂林市的一个洞里呢 有着数十个石盆 看上去呢 就像莲花宝座 它们也是大自然的杰作 吕金波说呀 就像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 这个沿绒洞穴当中沉积物的形态 大小 颜色 也与当地的地质构造 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房山虽然地出我国喀斯特地貌相对少一些的北方 但银湖洞所在的这片区域呢 却是我国沿绒洞穴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这说明 房山的地质构造和地理环境有着其特殊性 就在距离银湖洞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石花洞 两个洞呢 是同一水文环境下融尸出的洞穴 石花洞中啊 不仅栖息着特有的生物 而且呢 也有一个神奇的沉积物 叫千年温度计 它的外形 颜色 大小 都和银湖有着天壤之比 但同样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科研价值 那这千年温度计究竟长什么样呢 这个名字的来历难道是因为它与温度变化有关 既然是在同一条岸河融石下产生的洞穴沉积物 为何会有天壤之别呢 靠茶组决定前往石花洞一探究竟 靠茶组从佛子庄乡夏英水村出发 驱车前往石花洞所在地 河北镇南车营村 就在即将到达石花洞时 洞口斜上方的一座小寺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走入庙中 靠茶组看到 石壁上雕凿了大大小小的石佛 专家介绍说 石花洞原名前真洞 隐洞壁雕有佛像 后称神佛洞 随着人们对洞穴探索的不断深入 各种神奇精美的石花 石笋 石蔓陆续被发现 这座隐藏在山中的洞窟也最终定名为石花洞 石花洞庞大的洞厅在灯光的映衬下 犹如一座宫殿 各种延绒景观 或雄奇或瑰丽 或晶莹似玉 或光亮如今 一步一景美不胜收 随着逐渐深入 洞内的光线开始变得昏暗起来 这时 吕金波老师突然放慢了脚步 用手电四处探照 仿佛在寻找什么 几分钟后 吕老师在一处洞壁前停了下来 我们赶忙走上前去 诶 吕老师 我发现这个是咱们洞穴里面的 您看 我给你拿一个 这是一种洞 前面叫马路 马路 对对对 我给你拿一个 你小心小心 抬强了 我看这个药子跟咱们这个蜈蚣之类的还挺像 对对对 跟它相近 但不是蜈蚣 我们叫魔族硬之马路 这是一个新种 它在心中洞里发现过 它已经不在洞外 所以它已经退化了 吕老师介绍说 马鹿属于节肢动物 与蜈蚣 油盐等动物相比 马鹿的最大特征就是拥有数百对足 它是世界上足最多的动物 因而也被称为千足虫 一旦遇到危险或受到触碰 马鹿会将身体卷去 专家介绍说 在石花洞中生存的这种魔族硬只马鹿 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 于1982年在石花洞中首次发现 属于我国独有的新物种 将马鹿放回洞中后 考察组继续前行 随着地势逐渐向下 一行人来到了石花洞第一层的尽头 开阔的洞厅中 有一片面积约为五六十平方米的水潭 潭中有一些白色物质 外形犹如菜花 专家说 这是石花洞非常特别的一道风景 越南石 它的成分是碳层盖 它的矿物成分还是放进石 这个东西最早在比利时和法国南面的洞结中 首次发现 在中国的洞结当中 我们石花洞是在中国首次发现 专家解释说 在距今约12800年前的地球 正经历一个寒冷气 气温下降 影响了洞穴中碳酸钙结晶的速度和大小 这些结晶会逐渐附着在不同的石损上 随着洞中水流环境的变化 不同石损上的结晶不断增多 最终长到了一起 便形成了既像菜花又似奶酪的月奶石 我看见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发白 吕老师介绍说 迄今为止 人们发现石花洞 至少是一个拥有上下七层的洞穴 洞中的水 大部分都来自银湖洞中的暗河 水流在第一层尽头 雕刻出了众多的月奶石 在下层则捐刻了千年温度计 这千年温度计究竟是一种怎样独特的沉积物呢 考察人员颇为期待 刚一进入下层 考察组便被眼前的景观震撼了 至少有六七层楼高的巨大洞厅里 无数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和石蔓群 让一行人目不暇接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 这些自然之力打造出的奇特景观 哪一个是千年温度计的时候 地质专家吕金波 却来到了一处石增较为密集分布的地方 他告诉考察人员 这些石增就是千年温度计 您是说这个石增就是温度计呀 对对对 抛开了它就是温度计 我们能数层晚上的 对对对 为什么您能把这个石增叫做温度计呢 因为这个石增是从底下慢慢往上涨 上面滴水沉积 落在地面以后 就像摊饼似的摊开了 一层一层就落下来了 吕金波介绍说 像树木的年轮会记录环境气候一样 石增也能够记录地球的气候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 科学家们将石花洞中的一根 将近20厘米高的圆柱地石增 切开并磨制成薄片之后 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石增有如同树木年轮一样清晰的生长层 而这段石增呢 也记录了北京2000多年的气温变化 简单来说 如果石增的这个生长层较薄的话 就说明降雨量少 比较干旱 反正呢 如果生长层比较厚的话 说明降雨量啊 风配 而且气候也非常的湿热 可是石增啊 是喀斯特洞穴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沉积物 像我国西南地区呢 溶洞比比皆是 石增更是数不胜数 那为什么只有石花洞中的石增 被叫做是千年温度计呢 吕老师解释说 由于我国北方呢 相对干旱 季节分明 气候稳定 雨季呢 大都集中在七八月份 不像南方降雨持久 气候多变 这就使得石花洞中的石增生长层 更加清晰 记录的气候变化呢 也更加准确 这就是石花洞中的石增 被称为千年温度计的原因 专家告诉考察组 通过观察近二十厘米长的 石增中的生长层 科学家便可掌握 北京上千年来的干湿冷暖 如果对更长的石增加以研究 很可能会获取北京地区 数万年 甚至是几十万年的气候变化 进而了解古人类的生活环境 这对研究环境变化 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只要这滴水 是持续不断地在这滴水 就反映着它这连续的成绩 连续的成绩 就是一个历史的年表 我们的红过号来讲 就周果店园人时期 基本上是湿热气候 形成粗大的石增 山顶动人时期 这个就形成杆状的 气候比较干凉 形成杆状的石增 眼下考察人员已经对银湖洞 和石花洞中的沉积物的成因 有所了解 可是 两个洞穴处于同一地质构造 和地貌环境中 更是在同一条地下河的水温条件下 融食而成 为何会形成银湖 越奶石和千年温度计 这三种形态完全不同的沉积物呢 李老师解释说 洞穴中水流 以及水流中的物质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实 它们最初都是中乳石 或石榫等基本沉积物 由于暗河的渗流速度 温度 矿物质等因素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产生变化 在不同因素条件下 就会孕育出不同的 喀斯特洞穴景观 也就是说 银湖 越奶石和千年温度计 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 不同时期的 不同环境下的产物 它们之间相差的年代 少则几千年 多则几十万年 但最终都以不可思议的形态 展现在了圣人的面前 作为我国喀斯特地貌 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房山有着众多 或大或小的岩绒洞穴 它们犹如一间间石头房子 曾经在远古时期 为北京猿人 山顶洞人等人类祖先 提供其身安命之所 现如今 它们则成为了人们 一窥自然奇观的 重要窗口 大自然用它看不见的手 创造出了各种自然奇景 它雕刻出每一处 山峰峡谷 汇旧五彩缤纷的世界 它呼风唤雨 点燃火山 它引万流入海 举群星闪耀 它让地球更为多元 而通过这些自然奇观呢 我们人类能够 倾听沧海桑田的故事 感受曾经的动荡与宁静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